大家好 我是德哥 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 快来订阅YouTube德云那点事 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 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 他变成黑脸 惹得网友纷纷一论 其实这并不是烧饼第一次甩脸色 在团宗的第一期里 烧饼由于在游戏环节接连受挫 便有些急躁 当时孟和堂等人都在一旁给他解释劝讨 结果越说烧饼越觉得迷糊 不自觉的便有些兴趣 其实这个情况倒是可以理解 烧饼只是好胜心比较强 他想赢而已 况且这还是在综艺节目中 极有可能这一切都是节目效果 就像有句形容娱乐圈的话是这么说的 只要有摄像头的地方 就都是在演戏 如果说这里是为了游戏可以理解 那在第三期中 烧饼因为比赛中输给了龙云平 成为了做冷板凳的一员 而冷板凳队是需要统一国庄 自己拿着自己的板凳 但烧饼不仅自己不拿自己的板凳 还不穿冷板队要穿的蓝色校服 最后还是搭档曹克阳出来打圆场 替他拿的板凳 他为什么迷着拿俩的 这大饼呢这是 饼哥嫌含着自己不拿 对 要脸 那也是冷板凳 那也总管 由于团中这一季参加人数非常多 每季都需要有人去做替补 而做替补的冷板凳队 最后的比赛是不能去参加的 因此 这一期下来 只要是需要露脸的镜头 烧饼基本上都是黑着脸的 当其他师兄弟在台上敬演时 冷板凳队的人都是笑呵呵的在鼓掌 没有烧饼一个人在旁边满脸不高兴 甚至在最后公布成绩的时候 烧饼竟然直接跑到道具后面待着 只露出一个头来 全撑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直到最后 郭德纲带着徒弟们一起谢幕 烧饼都没有走出来 懂什么叫冷板凳吗 懂 一旦进入了冷板凳 就要有两期以上的冷静期 不能上台 也不能被挑选 明白吗 明白 如果说第一期是为了游戏有些着急失了分寸 那这一期是不分场合的全程冷脸不懂分寸 有这么一期中进行人员评级 张久南作为一个普通队员评级拿到了二级 烧饼听到后竟然这么问道 你什么都没有 怎么还有两心 师傅听到后赶忙替张久南做了解释 而烧饼这几期下来的举动引起网友的不满 纷纷跑到烧饼社交平台下留言 不过通过烧饼这些事也能看得出来 烧饼就是个把情绪写在脸上的人 而他这种不将情绪藏着掖着 是性格同样是人设 团宗抛开烧饼之外 秦潇贤此次的表现也是值得聊聊的 给他俩一人画一顿 说像要懂得尴尬 你不懂得尴尬 你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尴尬 在团宗才开播到第三期时 秦潇贤已经做了两期的冷板凳了 而他也终于在第三期中脱掉了蓝色校服 第三期称得上是风神般的一期 整个过程判体电影制作 而秦潇贤在第三期的表演上确实可圈可点 尤其是最后的结尾 有坏人搭上了秦潇贤的肩膀 而秦潇贤的反应是抖动一下肩膀 脸上嫌弃的表情让观众觉得 他是身巴过角色的 但第三期过后的表现就让人有点失望了 作为此次团中的首场表演 尤其是郭德纲 于谦还在后场看着 心里的压力肯定不小 就在前一天晚上 他们还特意去找了岳云鹏帮忙 看看有没有需要改动的 岳云鹏听完后直言 太长了 师傅不喜欢这样的 果然第二天演出时 郭德纲 于谦在后场黑了脸 郭德纲也是首次使用了扣分权力 给秦潇贤和九华各扣了一分 毕竟从他们的表演中可以看得出来 两人还是需要进步的 而最后郭德纲短心的 给了秦潇贤鼓励式的批评 所以说要多努力 多思考想一想为什么 你别看是减了一分 其实是鼓励 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 我是多哥 咱们下期再见